撒姆尔记下第四章 扫罗的儿子伊什波社听见亚尼尔在西伯伦死了,就怕得手都发软。 以色列众人也都惊慌失措。 扫罗的儿子伊什波社有两个统帅突击队的将领,一个名叫巴拿,一个名叫利甲。 他们是变亚敏之派比路人临门的儿子。 比路也算是变亚敏的一部分。 比路人原先逃到吉他因,就在那里寄居直到今日。 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有一个儿子,双腿都薄了。 扫罗和约拿丹死亡的消息从耶色列传道的时候,他才五岁。 他的儒母抱着他逃跑。 儒母在慌忙中逃跑,孩子掉了下来,腿就瘸了。 他的名字叫米菲波社。 比路人临门的儿子利甲和巴拿出去,约在正午炎热的时候,来到伊什波社的家。 伊什波社正在睡午觉。 他们进了屋里,假装要拿麦子,就刺透伊什波社的杜妇,然后利甲和他的兄弟巴拿都逃脱了。 他们进屋子的时候,伊什波社正在自己的卧室里躺在床上。 他们刺透他,把他杀死,然后割下他的头,拿着头颅在亚拉巴的路上走了一夜。 把伊什波社的头带到西伯伦去见大卫,对王说, 你的仇敌扫罗过去常常寻缩你的命。 看啊,这是他儿子伊什波社的头。 今天,耶和华在扫罗和他后裔的身上,为我主我王报了仇了。 大卫回答彼路人临门的儿子利甲和他的兄弟巴拿说, 我指着那曾救赎我的命,脱离一切患难的永活的耶和华启示。 从前有人向我报信说, 看啊,扫罗死了。 他自以为是报好消息。 我却抓住他,把他杀在喜格拉。 这就是我给他做报好消息的仇报。 何况恶人在义人的家里,把义人杀在床上。 现在,我怎能不从你们手中追讨留他血的罪, 把你们从这世上除灭呢? 于是,大卫吩咐年轻人把他们杀了, 并且砍断他们的手脚, 把身体挂在西伯伦的水池旁边, 却把伊斯波社的头拿去, 埋葬在西伯伦·亚尼尔的坟墓里。